剛剛介紹的是細菌當中的乳酸菌 這是另外一種細菌叫納豆菌 其實納豆菌屬於枯草改菌之一 它叫做枯草牙包改菌 什麼是枯草改菌呢 就是一般植物死掉之後腐爛的時候生長的菌 那你們知道枯草改菌在腐爛過程中的氣味嗎 我描述一次 你們家裡面有沒有冰箱冰蔬菜 就冰過頭了 忘記煮 就拿出來之後 哎呀 都已經流湯了 然後去聞一下 哇 出那個味道 蔬菜放在酒爛掉 就是枯草改菌 所以其實納豆菌是一種腐爛的菌 所以納豆吃起來跟它的氣味跟它的口感 就是腐爛的味道 可是它沒有毒素 然後日本人做研究發現 它產生一種酶道 納豆雞酶 可以分解凝結的血酸 那個凝固的血酸 可以預防腦中風 減少心血管疾病 所以有好處 是日本人吃吃吃 為了健康 就吃習慣 把它吃的口味 它們能接受 但是像我去日本吃 像這就是我當時拍的照片 我就如果人了解它的味道 我就嬌嬌嬌嬌牽絲嘛 先聞一下 噢天啊光我 我就不行了 吃兩口 我這個人對食物是不浪費的 我得自白 當時我真的沒吃完 我不太能接受那個氣味 你吃一顆 因為沒辦法一包裝 打開就一整袋啊 所以你看就是 有時候是從小習慣的問題 從小吃到大你可以接受 就像我在台灣吃臭豆腐 好好吃喔 外國人搞不懂狀況 這麼好吃的東西竟然不敢吃 就是我從小的文化 媽媽的味道 所以日本人吃習慣了 我去日本吃不慣 不行嗎 好以上是納豆菌 納豆菌也是細菌